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恩鎮 今天廣東沿岸繼續受西南氣流的影響 今天天氣依然會是趙情趙雨 在雷達圖上見到午夜過後 香港周圍有些雨區發展 亦都錄過趙雨 去到早早6時 香港有些地方都錄到超過10毫米的雨量 至於衛星雲圖上 我們見到廣東沿岸有些雲層 不過雲層之間有納粋 所以日出之後 在天氣照片上 我們依然見到藍天和白雲 溫度方面 去到早早6時 各區的最低氣溫 就介乎在25至28度 我們預測今天將會是大致多雲 有幾陣趙雨 一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 市區最高氣溫大概會是32度 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吹和緩的西南風 大家出門口的時候 最好都是帶著把傘 既可以遮雨 亦都可以擋太陽 我們預計西南氣流 會在未來的兩三天 繼續影響華南沿岸 天氣依然都會持續炎熱 亦都有幾陣趙雨 而去到下星期的初至中期 我們預計一度低壓槽 將會在廣東沿岸培繪 到時候天氣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甚至有機會有雷雨 所以我們展望明天端午節和之後的週末期間 都會持續炎熱 部分時間有陽光 亦都有幾陣趙雨 而去到接下來的兩三天 天氣就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裏 下次見 再見